法西斯主义是什么? 在主流的论述中,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被形容了好像是大同小异的东西, 就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和法西斯主义国家表面上有些共同点, 例如大的国家机器。 不过要达到这种错误的结论,必须无视国家的阶级性质和政策。 会那样说的人,有时会用集体主义来形容这些不同的制度, 但他们同时忽视资本及生产资料在资本主义下的极端集中化。 那种人也几乎都不提法西斯主义维持的是资产阶级专政, 因此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类型。 进一步来说,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维持其阶级专政的最后防线。 原始公社、奴隶占有制和封建主义都是生产资料还没有集中化的社会。 生产资料的集中化正好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部分。 通常我们讨论法西斯主义的时候,提的都是某些个人, 例如希特勒和莫索里尼和他们政权表面上的某些特征, 比方说,我们讲到希特勒的时候,通常会提到犹太人大屠杀。 当然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且不能遗忘的历史事件, 但我们不能说它是法西斯主义的决定性特征。 由于我们教育体制和媒体解释法西斯主义的方式,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法西斯主义究竟是什么, 而且认为涉及到种族灭绝的制度才有可能是法西斯。 同时也忽视在类型较为自由的资本主义体制下, 发生了许多种族灭绝活动。 法西斯政权的例子包含二战的轴心国, 及纳粹德国莫索里尼的意大利和日本帝国。 其他例子包含皮诺切特的智利和弗兰哥的西班牙。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希特勒和莫索里尼的政治经济政策, 和他们的阶级立场, 也讨论一下他们意识形态的其他方面。 一般而言, 法西斯主义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 很排外, 而且非常反共, 但并非所有法西斯主义政权都散布纳粹式的种族理论, 也不见得有不含糊地称自己为法西斯主义的政党, 像日本帝国就没有法西斯党, 但他们的天皇制国家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法西斯主义。 轴心国之所以在二战前夕建立盟国关系, 不是因为他们主张国际主义或什么世界人民大团结, 而是因为他们反共, 他们的盟国关系是在1936年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时成立的。 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利用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等工具来淡化群众的阶级意识, 同时赢得他们的支持, 民族主义本身不进步也不反动, 关键在于它怎么样被利用, 在越南,它被国际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当作动员人民反抗法国、 日本和美国殖民者和帝国主义者以及越南买伴分子的工具。 相反的,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其他类型的反动民族主义的目的, 通常是维持现有的阶级关系, 而它的提倡者主要是抗拒无产阶级化的, 生活没有过去那么稳定的小资产阶级。 这种人对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政权非常有用, 而且各个法西斯主义政权都有迫害工人运动。 虽然莫索里尼年轻的时候, 在第一世界大战之前, 是个社会主义者, 但他的同志们经常怀疑他只不过是个机会主义者。 一战结束后, 莫索里尼在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名利和权利诱惑和资助下, 证实了怀疑, 那时候他和资本家一块镇压劳工, 在有钱人的资助下, 他以意大利战斗者法西斯领导人的身份加入了政治。 意大利战斗者法西斯是个由穿着黑衣的前军官组成的运动。 除了主张军国主义和爱国主义, 和反对一切与社会主义和有组织的劳工有关的事务之外, 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 他们的活动包括公级工会会员, 社民主义者, 共产主义者和农民合作社。 那时候, 意大利陷入了战后的经济衰退, 他们的投资停滞不前, 重工业的业运营远低于产能, 而且企业的利润和农企业的出口都在下降。 大地主和工业家为了维持利润水平, 不得不削减工资并提高物价, 而国家也得减他们的税, 还有给他们大量的补贴。 国家要给企业这些福利, 必须提高民众的税并减少福利支出。 不过那时的政府并不完全有采取这些措施的自由, 因为意大利工人和农民早就组了工会和政治组织, 并透过示威、罢工、工厂占领和农田占领, 争取了结设自由和其他的让步, 例如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工作条件。 假如要对工人和农民实施全面的紧缩政策, 资产阶级就必须撤销那些帮助工人和群众 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准的民主权利, 解决方案是粉碎他们的工会、政治组织和民权。 工业家和大地主需要一个能够完成这些任务 并严厉管制群众的人, 被选中的是莫索里尼和他的黑山军。 1922年, 以工业领袖们以及银行和农企业协会的代表组成的工业联合会 跟莫索里尼会面计划了向罗马进军, 也为该项目贡献了两千万里拉。 在意大利高级军官和警察局长的额外支援下, 法西斯的所谓革命发生了, 不过他其实只不过是一场反动的政变。 在夺权后的两年内, 莫索里尼关闭了所有反对派的报纸, 并粉碎了社会主义党、 自由党、天主教党、 民主党和共和党。 这些党派总共掌握大约80%的选票。 对新政权表示不满的人, 包括工农运动领导人们和一些会议代表, 经常被黑山军打杀或流放。 意大利共产党遭受了最严厉的镇压, 然而他们勇敢地进行地下的反抗活动, 最终演变成反黑山军和反德国占领军的武装斗争。 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者和资本家之间也出现了类似的关系。 德国工人早先赢得了组织工会的权利, 八小时工作天和工作保险。 工业和金融界的主人们希望能减少工资, 并从国家得到庞大的补贴和减税, 以复苏利润水平。 1920年代, 由商业界资助的纳粹冲锋队, 主要被用作恐吓工人的反劳工准军事部队。 到了1930年, 大部分资产阶级得出的结论是, 对于工人过度宽容的魏马共和国已经不是为资本家服务的政府了。 因此他们大大增加对希特勒的补贴, 推动纳粹党登上国家舞台。 企业家慷慨提供给纳粹的资源, 被用于取得城市和乡村宣传活动所需的汽车队和扬声器, 也被花在纳粹党组织、青年组织和准军事部队上。 1932年7月的竞选中, 纳粹获得了37.3%的选票。 虽然这是他们在民主选举中获得的最高票数, 但他们从来没有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 如果要指出他们的社会基础的话, 基本上是社会中较为富有的阶层。 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人和许多流氓无产阶级人士, 以冲锋队的身份成为了纳粹党的暴徒。 相反的, 大部分有组织的工人依然支持共产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 1932年12月, 以下三名候选人竞选总统, 保守的时任总统保罗·冯·辛登堡, 纳粹党的希特勒和德国共产党主席恩斯特·泰尔曼, 竞选时泰尔曼断言, 投给辛登堡就等于投给希特勒, 而希特勒将会造成战争。 资产阶级的报纸谴责这观点, 说他是莫斯科启发的阴谋论, 连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也这么认为, 辛登堡成功连任德国总统, 而纳粹党比起7月获得了1370万选票, 少了约200万支持者。 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们拒绝了共产党 组建反对纳粹主义联盟的提议, 他们宁愿和反动的右派妥协, 与此同时, 右翼政党都和纳粹联合起来。 1933年1月, 辛登堡邀请希特勒做总理, 历史上有很多社会民主主义者的 右倾机会主义的例子, 这也是为什么斯大林认为 社会民主主义客观上是法西斯主义的左翼。 希特勒和纳粹争取国家权利之后, 就采取了类似莫所领导的政治经济政策。 有组织的劳工被纳粹粉碎, 同时, 各种各样反对纳粹的派别都被监禁, 折磨和谋杀。 共产主义者遭到了最严重的政治压迫, 我们平常只追问什么样的人提倡法西斯主义, 好奇个别法西斯主义者的人格, 但这么问的话, 就把法西斯主义简化成道德问题, 并忽略了阶级利益。 我们应该问的是, 法西斯主义者支持的到底是谁? 要找出这问题的答案, 可以从观察希特勒和莫所领导的政策开始。 希特勒和莫所领导以反共为借口, 禁止了工会和罢工。 工会和农民合作社的财产都被没收, 并转交给富有的资本家。 除此之外, 有关最低工资、 加班费和职业安全的法律也都被废除。 在这种情况下, 工人的工时被加长, 而报酬被减少。 在德国, 工资被减少了25%到40%, 意大利除了工资被减半, 同工也再度被雇用。 当然, 统治者有给老百姓少许的一些福利, 例如免费的音乐会和体育活动, 以及一些微薄的社会福利和 主要由工人附带的失业救济金。 这些国家也建设了一些华丽的公共工程, 以唤起老百姓的自豪感。 这里要提醒大家, 光是提供像是全民健保的社会福利, 不表示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 许多非法西斯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这些。 要再次强调, 没有无产阶级专政, 就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 而法西斯主义恰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相反。 在莫索里尼和希特勒的领导下, 许多财务状况良好的国营企业, 例如钢厂、 发电厂、 轮船公司和银行, 都被私有化。 这是他们向赞助他们的大财团制泄的方式。 他们用公共财政补贴重工业, 也用公共财政扩展和赞助了农企业。 德国和意大利在承担投资的大部分风险和损失的情况下, 向大企业保证资本回报。 在一般老百姓的税收增加的时候, 最富有的少数人的税收则被降低,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直接被取消。 1930年代, 意大利面临着经济衰退, 惊人的公共债务和泛滥的腐败。 然而, 工业的利润上升, 武器工厂忙着制造武器, 为即将来临的战争做准备。 德国经过扩展军事工业复合体, 将失业率减少一半, 不过由于工资被大幅削减, 总体的贫困人口反而增加了。 从1935年到1943年, 德国企业家净收入上升了46%, 而美国、 英国和北欧地区的高收入群体的利润 在同时降低了。 由此可见, 法西斯国家是支持垄断资本主义 和反对劳动群众的, 不过大部分自由主义学者都刻意 对法西斯政权与大企业的勾结之字不提, 有些人甚至把它曲解为变形的社会主义。 法西斯不只是赤裸的暴政加资本主义, 但这确实是法西斯的特征之一。 希特勒不断地说要帮工业家和银行家 打倒马克思主义和布尔斯为主义, 还称马克思主义和布尔斯为主义 为犹太人的阴谋。 意大利和德国的革命左派 从来没有强大到能够夺取国家权利, 但他们的势力足以减少利润率, 并干扰资本积累的过程, 从而挫败了资本主义解决其内部矛盾的企图, 也就是把更多维持资本主义所需的成本 推给劳动群众承担。 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 在美国企业家当中也有不少的支持者。 有些资本家例如恒利福特、 道罗马和柏林致敬, 并获得有利可图的交易。 许多资本家甚至分享了军事工业秘密 给纳粹政府, 并且暗中进行交易, 支持了纳粹的战争计划, 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主流出版物, 称莫所里面是将意大利从无政府混乱状态 和激进主义中拯救出来的英雄, 声称贫穷和共产主义在意大利被他消灭。 根据这些出版录, 意大利建立了和谐社会和新民主。 与此同时, 反法西斯主义的声音在美国资方媒体中 几乎若没有曝光, 为了获得更正面的报道, 纳粹支付给国际通讯社的费用 几乎是订阅费的十倍。 作为回报, 国际通讯社的创始人威廉·赫斯特 指示他在德国的记者 提交对希特勒政府友善的报道, 不愿意正面报道纳粹的人都被解雇。 此外, 把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的饥荒 归咎于斯大林 也是赫斯特炒作出的反共宣传。 到了1930年代末, 意大利和德国与日本结盟, 这三个国家积极寻求世界市场 和殖民地赃物的份额, 正是他们的扩张主义 使他们与更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 如英国、法国和美国发生冲突。 是因为这些国家与美英、法国 起了帝国主义利益冲突, 美国媒体才开始严厉批评轴心国。 主流媒体报道法西斯主义的时候, 比较常见的做法是强调 对一般观众而言较为离奇的特征, 例如人民对统治者的崇拜 和无所不包的极权统治。 他们这么做, 就忽略了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内容。 法西斯主义强调的价值观可说是 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 与强调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不同。 在法西斯主义下, 人们不得关注阶级, 而必须将自己视为和谐整体的一部分。 这种观点透过掩饰阶级剥削 来拥护阶级关系的现状。 法西斯主义者喜欢宣传的观点是, 阶级只不过是一种思维框架, 而不是具有物质基础的关系, 及人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 有趣的是, 人民的光荣牺牲都由穷人承担, 但享福的却是富人。 这样做是为了消除工人中的 强烈阶级意识, 民族沙文主义、 种族主义、 性别歧视和富玄价值观, 都是统治者用来讨好保守人士 和消除阶级意识的工具。 纳粹特别强调亚利安人种族至上主义。 人们的特性, 包括阶级地位, 根据纳粹的说法, 是通过协议遗传的。 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 被说是他天生本质的反应。 遗传学和生物学 被用以合理化当时的阶级结构, 就像现在的学界的种族主义者 用中型曲线理论和优生学所做的一样。 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 被纳粹用来把人民的各种苦况 错误地推卸到替罪羊身上。 爱国主义者被告知 犹太人是外来的国际主义者。 工人被告知他们的敌人 是犹太资本家和犹太银行家。 背着债务的农民 被告知他们的痛苦 来自于犹太高利贷者。 中间阶层被告知他们的敌人 是犹太公会领袖和犹太共产主义者。 法西斯主义和普通右翼独裁政权的区别 在于前者试图培养革命的气氛。 法西斯主义常用革命的大众 呼吁包装反动的阶级政策。 纳粹党的全称是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 一个听起来很左倾的名称。 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者 都有意试图却取左派的声望。 他们动员群众 建立青年组织 组织劳动队 举行集会和游行 而且用很多旗帜 符号和口号。 他们不断谈所谓的纳粹革命 说他将振兴社会 扫除旧秩序 并以新社会取而代之。 正因如此 主流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 视为极权的双胞胎 凭两者外形的一些共同点 给不共戴天的内容画上等号。 就连很多所谓左派 特别是西方左派 也常犯这毛病 如果我们凭纳粹的全称 证明纳粹是个社会主义政党 那么照一样的逻辑 凤爪也就真的是凤凰的脚。 内在的矛盾 它是资产阶级摘下民主面具后 用来维持利润的阶级斗争形式。 法西斯政变是一场利用 民粹主义情绪 来培养革命外观的假革命。 它完全缺乏革命的阶级内容。 它在宣扬新秩序的同时 维持现有的阶级关系。 虽然法西斯主义者 积极地误导老百姓 但他们自己对事实非常敏锐。 他们没有将农业集体化 或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也更没有支持国内外的 发生的资本争调 只有针对刚好是犹太人的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那么法西斯主义在二战结束后 跑到哪里去了呢? 除了在纽伦堡审判 一些最高领导人之外 西方盟国在扫荡 意大利和德国 法西斯主义方面做得微不足道 在美国占领当局的保护下 警察、法院、军队、安全机构 和官僚机构 仍然主要由法西斯主义 救政权的人员组成。 东德就正好相反 当共产主义者接管东德时 就移除了大约80%的 法官、老师和官员 因为他们曾经与纳粹合作过 他们囚禁了数千人 并为战争罪行处决了 600多纳粹党领导人 如果没有那么多战犯 逃到西方的怀抱中 他们就会枪毙更多的战犯 那些与法西斯主义者 合作的美国企业呢? 洛克菲勒家族的大通国家银行 利用其位于维西法国的 巴黎办事处 帮德国洗钱 并协助他们战时的国际贸易 很多美国公司 例如杜邦公司、福特、通用汽车和ITT 在敌国经营生产石油、坦克和战机的工厂 战后 这些公司都没有因叛国罪而被起诉 美国政府给ITT2700万美元的补偿金 为盟军空袭造成的损失做出赔偿 通用汽车拿了超过3300万 空军飞行员在战时收到的命令是 不得打击属于美国公司的德国工厂 美国政府机构估计 向意大利的右翼组织 提供了7500万美元 其中一些组织与新法西斯主义的 意大利社会运动有密切关系 1975年 恒利基辛格在华盛顿会见了 意大利社会运动领导人 Giorgio Almirante 讨论如果意大利共产党赢得选举 并控制政府的话 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可以采取 数百名纳粹战犯被美国接纳避难 其中许多人在冷战时期 加入了美国情报机构 中情局也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合作 利用他们绑架和暗杀目标的人路 也利用他们进行炸弹恐攻 以反抗议会中左派日益普及的现象 1980年代 许多人在西德遭到的国安机构 动员的极右分子谋杀 当然这些恐怖攻击 通常不被美国资方媒体报道 这些恐攻的目标 是在民间制造足够的恐惧和犹豫 以破坏当时现有的社会民主制度的稳定 然而自从1980年代以来 资产阶级总体而言 已经学会如何透过民族手段 实现法西斯主义的阶级目标 用雷根士的乐观口号 用媒体炒作的人群 取代军国主义者 让人们相信抽象的政府是敌人 不过在使他们敌视政府的 社会服务部门的同时 加强国家的镇压能力 煽动种族和民族之间的敌意 传播自由市场的神话美德 并采取网上分配资源的 税收和支出措施 我们接下来要出的系列 就是关于资本主义规律的三部影片 第一部是关于自由资本主义 第二部是垄断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 再来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我们到时候再深入讨论 现代资产阶级如何经过 所谓民主的方式 达成法西斯主义的目标 也会解释这为何无法